白彩票中了两千万 老婆发现后却要分走一千九百九十九万 我不同意 她便直视小作把我打成残疾 然后拿着我的钱花天酒地 父母气不过去报案 却被他们设计车祸被撞身亡 接着他们又以我的名义去借各种高利贷 甚至卖掉我唯一的女儿 最后我也在无数战争的催促逼迫下 绝望地从天台一跃而下 好在上天有眼 给了我一次重生的机会 爸妈 这一次机会难得 只要五百块钱就能给江阳在机械厂里弄一个工作名额 你想想这可是工人 以后江阳就算是跳出龙门 端上了铁饭碗 咱们一家子都能跟着沾光 江阳猛然睁眼 看着眼前唾沫乱飞的女人正在那里口落悬河 这个女人不就是那个压榨了我二十度年的 伏定我前妻刘美凤吗 难道我这是重生啊 刘美凤说了半天 看到眼前的公婆一脸为难的模样 江阳你可倒说句话呀 这一件事也是为了你 为了咱们江家的前途 平日里江阳接到我的事业 立刻就会狗腿上身 今日怎么一声不吭 老太太看到儿媳妇沉下了脸 没凤啊 这事让我和你爹先商量商量 这钱咱家肯定拿不出来 五百块钱可不是个小数字 老爷子也是一脸的愁容 自从儿子结婚 儿媳妇就明立案里 从我们老两口手里抠走了不少钱和粮食 儿子结婚到现在还签了一批股债 一扭头儿媳妇一张嘴又要五百 虽然知道这五百块钱是干正事 可现在家里是杂不卖铁也拿不出来 娘这种事情自然是要五个姐姐帮忙 姜阳可是咱们姜家的独娘 姜阳要是真的能当上工人 那可是光纵要组的好事 爹娘你们想一想 咱们在村里那多有面子 只要姐姐们每人拿一百块钱出来 这不五百就有了 以后姜阳工作 挣了工资还能忘了五个姐姐不成 行了 这事我跟你娘商量商量 也跟你姐姐他们商量商量 刘美风没得到准化 立刻就变了脸 用脚踢了踢姜阳 姜阳这事也关系到你一辈子的大事 你自己说咋办 跟着你个窝囊费 一辈子啥时候是个头 本来是想跟着你享福 现在可倒好成天吃炕宴菜 连吃都吃不饱 还不如当初我嫁给自来水厂的车间主任 老爷子刚想开口 老太太一把扯住了老爷子的手 儿子有多稀罕儿媳妇 你又不是不知道 胳膊扭不过大腿 终究我们扭不过儿子 才把这个儿媳妇千辛万苦取进门 我们掺火进来 最后受罪的还是儿子 一向沉默寡言的江洋 最会却还回去一脚 嫌弃我是窝囊费 那你就赶紧滚 滚回你的娘家 永远别回来 江洋 你说什么 你再给我说一遍 刘美风一脸的难以置信 平时胆想落入 对我万般顺从的男人 怎么突然之间能说出这么运气的话 要想好好过日子 你就安心的过日子 要不想过日子就给我滚 上辈子刘美风的确跟爹娘要走了五百块钱 说是给我买工作 工作是真买的 但名额没有给我 反而给了自己弟弟刘战强 合着用我五个姐姐和全家人的血汗钱 给刘家的人去铺路 重生归来 这辈子我绝对不会再惯着刘美风 好 江洋 你有本事 你有骨气 我这就走 我走了 再也不会回来 咱们离婚 离就离 谁不离谁她娘是孙子 江洋 你有本事就真的和我离婚 谁不离谁是孙子 刘美风一耳牙 气呼呼的走了 你说你啊 趁这个能干啥呀 你媳妇每次跟你吵架不这样 你咋就不能忍一忍 这回可倒好 你媳妇回去 你这回不又得再花个二三十 否则能接回来你媳妇 你个败家子 爷娘 是儿子不孝 以前都是我把刘美风给惯坏了 以后绝对不能再惯着她 再这么下去 以后咱们家里家破人亡 离婚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而且一家人都会因为离婚的事情面上无光 甚至会被人背后指指点点 一下子老两口肯定接受不了 我得一点点揭穿刘美风的真面目 让父母能够轻易地接受 老爷子叹了口气 你的日子是你过 你想咋过你就咋过 我和你娘老了 管不了你 可是爹是过来人 总不能看着你一辈子受你媳妇的气 你就晾你媳妇几天 这次别像以前一样 第二天就跑过去让刘家人笑话 儿子虽然这回硬起了一回 可哪回不适合和儿媳妇一吵架 第二天就马柳儿的去老丈人家 给人家赔礼道歉 接媳妇 爹 您说的对 这回我一定要晾他两天 让他们刘家人知道 我们将家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不过你媳妇也是真心为了你 要是常理那个工人的事情能够靠谱的话 咱花五百块钱也值得 明天你把你姐他们叫回来 我跟他们商量商量 辛苦一点 凑一凑 我和你娘手头虽然没钱 但是也能跟你舅舅还有你说他们借点钱 按照上辈子的记忆是不会错 工作我要定了 可是绝对不论像上辈子那样 因为这五百块钱 让五个姐姐被婆家人为难 让爹娘第三下四的去求亲戚 可现在这个年代改革开放的政策还没出现 所以做小买卖什么的根本不存在 明天就去县里做饮食工扛大包 一定要把这五百块凑齐 爹 这事您别管了 不能次次都问姐姐们开口 姐姐们多嫁出去了 老这么该让姐姐们在婆家也抬不起头 上辈子我是个混蛋 每一次遇到事情都是姐姐们帮我 说有美凤是伏地魔 我自己何尝不也是姐姐们伏的那个地 看到两冰斑白的二 江阳眼里泛起内光 爹娘 我一定要让您和姐姐们过上好日子 迎着二老难以置信的目光 江阳转身出去 刚出来院子 就恰巧碰到了二姐江夏 两人四目相对 看到二姐眼圈上的黑青 还有嘴角的伤口 二姐你这是怎么了 王富贵又打你了 你别瞎想 我是不小心点摔着了 你姐夫没打我 姐 到了这会儿你还替他瞒着 王富贵是个傻的心 我能不知道 喝两滴猫尿立刻就犯婚 他为啥要打你 没 没为啥 看到二姐欲言又止 江阳狠狠地伤了自己一耳光 你这是干啥呀 你打你自己干啥 你是不是疯了 我就是疯了 王富贵是因为家里 为你借的那些钱是不是 江夏羞愧地低下了头 自己五个姐姐都是伏地魔 基本上婆家人都看不起 只不过这其中 就以王富贵而最为嚣张 又因为二姐生了两个女儿 这在王家就成了滔天大罪 王富贵隔三差五 就找了借口对姐姐拳打脚踢 此时江五看到女儿两手空空 不由得埋怨 这不年不节的 你咋又回来了 你男人知道肯定又得说你 回囊家都不知道带点东西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弟最喜欢吃你娘家那里的芝麻烧饼 一点都不知道心疼人 老娘算是欠你们的 江阳看到姐姐肩膀颤抖 眼泪扑素素地落下来 娘 还吃什么芝麻烧饼 您瞅瞅那个王富贵 把我姐打成啥呀 这是咋了 王富贵又打你 这一次是因为啥 还不得怪你不争气 为啥生两个丫头骗子 但凡你生一个儿子 你的腰杆子就硬 那王富贵敢打你 老娘就撕烂他的脸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 你还要脸回娘家 娘 你要再这么说 我可就生气 王富贵打我姐姐那打的是我们江家人的脸 那是打到我姐吗 我是小舅子 我还没死呢 家里的男丁还在这里 就敢把我姐打成这样 姐 你等着 我这就去找王富贵 我不把他打个半死 让他跪在你跟前给你赔不是 我就不信江 江阳二话没说 转身出门就走 这把江老太太瞎懵了 耀儿 你别胡闹 你一个人哪是王富贵的对手 你给我站住 还不赶紧追你弟弟 站在这里干啥 你一定要是被王富贵给打了 我告诉你我饶不了你 江夏顾不得疼痛 起身就往外追弟弟 人生八零年代 面对无赖姐夫的疯狂疼心 我毫不手软就是一顿胖揍 江狗蛋 你小子出息了 居然要找你姐夫算账 这种事情那时你能来的吗 你能打得过人家 不叫上老子 挨揍的时候谁护着你 江阳心头一热 好嘞 上车 老子全靠你撑腰 江阳 江狗蛋 你咋也张口老子 闭口老子 你可是从来不说脏话的 老子今天算是看明白了 以前老子就是个窝囊废 从今天开始 我江阳要做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随后两人上车 朝着二姐家赶去 王富贵坐在院子 正跟自己的两个狐朋狗友在那里吹牛 不就是想抱个小闺女吗 我家那小闺女正好赶紧抱走 张大山急忙摆手 富贵 你可别这样 到底是你新生的 要是给了人 那可交不回来 一旁的吴国志听到这话可来的精神 得 一个小闺女 人家可是给二百块钱 富贵哥 反正也是赔钱货 干脆就拿闺女换二百块钱 你还能多喝几顿酒 王富贵一听这话 那叫一个热血沸腾 二百块钱在咱们农户人装户人家里 那可是得攒好几个 真的 要是二百块钱 连老大你也一块领走 啊啊 我闺女长得挺水灵 我家大的才六岁 现在也记不了啥事 反正俩赔钱货 我也没指望着这俩赔钱货养老送终 最终目的还是要生个儿子 富贵哥 你要是真的俩闺女一块都卖的话 我跟人家说说 让主家多给你五十块钱 四百五十块钱 这可是天价 王富贵两个眼睛冒着红光 卖卖卖 今天你就带走 大脑 二牛都给我滚出来 俩赔钱货能换四百五十块钱 那可真是赚大发了 爹 别卖我们 别卖我和妹妹 我保证好好干活 我再也不偷懒 我吃一点点 爹别卖掉我和妹妹 爹 求求你了 江阳和马树强盗的时候 就听到院子里传来两个孩子凄惨的哭声 一脚踹开大门 放开我外甥女儿 老子让你放开 听到没有 富贵哥 这是咋呀 你到底还卖不卖呀 这是谁呀 王富贵冷笑一下 这是我那个窝囊废小舅子 你怕他个球 老子一拳能打二十个他 你先带两个小丫头走 我收拾完他我就过去拿钱 王富贵恶狠狠地盯着江阳 狗蛋咋的花了老子的钱不还不说 还想管到老子的家是头上 你真当老子是你捏的 马树强上前挡住了王富贵 二姐夫 你这话就不对了 这俩孩子也是狗蛋的外甥女 是亲外甥女儿 你这个当爹的 咋一声不吭把孩子给卖了 孩子他妈知道这事吗 小兔崽子 老子认识你是谁 谁要你多管闲事 给老子滚一边去 我找江狗蛋说话 江阳将马树强拉倒身后 王富贵这党孩子你今天要敢动一根手指头 老子就让你知道我们江家人的厉害 嘿呦嘿 你可真吓死我了 我好害怕呀 哎呦狗蛋 来来来 朝这打 朝这打 王富贵用手拍着自己的脸 你气嚣张 有那个本事你就打老子 我倒看看你们江家人能拿我咋的 你就是个窝囊废 全村人谁不知道你不就是靠着五个姐姐 要不然你有啥本事 吃软饭还吃到我头上来了 咋的欠老子那一百多块钱还没还呢 老子愿意卖老子闺女跟你有啥关系 你他妈给我滚一边去 话音还没落地 江阳一巴掌狠狠地甩在了脸上 你个王八蛋 打我姐姐就不算了 还敢卖自己亲生闺女 你还是个人吗 这一巴掌是打你这个畜生枉为人妇 这是你亲生闺女 也叫了你六年爹 你居然说卖就卖 王富贵刚想还手 却被江阳一脚揣在肚子上 吴国志士目瞪口呆 兄弟 是你姐夫非要卖孩子的 不是我们非要卖孩子 跟我没关系 屋里听到动静的王老爹和王老娘 这会儿冲了出来 你个杀千刀的江狗蛋 你到底想干啥 我们王家娶了你们江家的媳妇 那真是倒了血眉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还成天补贴娘家 现在你个江狗蛋居然打上门来 敢打我儿子 怎么欺负我们老王就没人了 老太太插着腰扯开嗓子就是好 街坊邻居啊 快来救救命啊 光天化日之下 静假小舅子居然冲进家里就打我儿子 还有没有天理呀 这可是要打死人了 杀千刀的江夏 你咋不去死了吗 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还让你弟弟打你男人 江阳没听他鬼扯 催着王富贵又是一顿胖子 王富贵 我姐嫁给你是给你当媳妇的 不是给你当生育工具的 国家政策还说生男生女都一样 咋 你们王家的规矩比政府的规矩还大呀 还是你们王家有皇位要继承 旁边街坊邻居听到声音是早就为怪了 王富贵你家还有皇位要继承啊 李主任 你可得把咱队长喊来 咱村里居然还有个皇帝 哪一任皇帝姓王啊 王老太太一听马上就炸了过 却被王老头儿一把拦住了 亲家这个小舅子平日里不显山不露水 看起来老是芭蕉 没想到说起话来倒是一套有一套 你看人家这两句话就把咱们家套进去了 这年头谁敢说政府的政策不好 谁敢说自家有皇位要继承 这个帽子一个不好 咱们全家人都得倒霉 王老爷子向来会装好人 狗蛋 咱两家咋的说也是亲家 你这小舅子打姐夫这可说不过去 再怎么样 我们家富贵也是你姐夫 有啥话你不能好好说 非得动手打人 更何况这些年 我们家富贵没少帮你这个小舅子 你改房子俺家富贵掏过钱 你说亲的时候 俺家富贵还掏过钱 你媳妇生孩子 俺家富贵也给拿钱 你说俺家富贵哪里对不起你 老爷子 按理来说俺过来也得叫你一声书 咱们两家又是亲家 我姐嫁进王家 再怎么样咱们也是一家人 我姐夫对我的好 我一直都记得 可是王富贵对我再好 他也不能卖闺女 这是人干的事吗 他王富贵就算再借给我江洋这笔钱 这钱我宁肯砸过卖铁 卖房子 卖地也得还上 但是他卖闺女这个我绝对不能让他 那是我亲爱生女儿 说咱王家就穷到这个地步了 非得靠卖闺女才能过日子 一句话让村里人倒吸一口冷气 啥 老王家居然卖孙女儿 这又不是六零年 不到过不下去 谁家舍得卖孩子呀 这王富贵儿就太不是个东西了 虽然说假假户户都喜欢儿子 但是闺女是自己省下来的 咋就舍得卖呀 王富贵 你可是绝了大德 村里人个个都是一份填膺 这 这没有的事 王老头嘴 实际地朝儿子失恋色 你个杀千刀的将狗蛋 你不得好死啊 你敢冤枉老子卖闺女 你们大家看看这老江家都欺负到咱村里来了 这又不是打我们老王家的脸 这是打咱全村人的脸 杨杨 你恐怕一着急就办错事 你丑臭你姐夫和你叔都说没有卖孩子 这事指定是你弄错了 谁家也不能卖自己禽闺女 江杨确实冷笑一声 王家的人能说会道 王老头儿在村里一项老十八家 以憾后著称 很多人都被王老头儿的这一副憨厚面孔所骗 每一次遇到事情的时候 王老头儿都会适可否认 这种事情不了了之 时间久了 总觉得是我们江家的人无力取闹 结果自己姐姐硬生生地被王富贵打死 这么大的仇还没报 还想糊弄过去 江杨没说话直接来到了吴国志面前 大山哥 救救我 救救我 我可啥也没干 江杨 有啥话咱好好说 别对我这个朋友动手 行 我看他大山哥的面子尚不动手 那我就问一问 吴国志 你是不是要把我两个万上女儿买走 四百五十块钱 没有没有 哪有这种事情啊 再怎么地俩丫头也叫我一声疏 我哪能干这种丧良心的事 一个大逼走就上去 来来来 吴国志 你好好给我说说 我哪一只耳朵听错了 你没说四百五十块钱 把我俩只女儿卖了 没说吗 江杨握紧了拳头 悠闲的听着吴国志 国志 现在你想起来了没有 到底这事是咋回事 不说吗 好兄弟啊 为了王富贵 你是两肋插刀 不顾自己的性命 我江杨就佩服这种硬骨头 我就是想看到底是我的拳头硬 还是你的骨头硬 吴国志 双腿一软 扑通跪倒在地 江杨 小舅子 你饶了我 你真的饶了我吧 这事真不怪我 还不是你姐夫找上我的 城里有一对干部夫妇没孩子 想要一个小闺女 说是要伶俐点 长得好看点的 能给二百块钱 结果你姐夫就说她家儿牛可以 后来话敢话的 就说把俩孩子一块卖了四百五十 我那也是鬼迷心窍 小舅子 我要知道王富贵真的舍得卖自己亲闺女 这话我指定不能说呀 我还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当爹的 居然舍得把自己俩闺女都卖了 这事儿真不能怨我 小舅子 我跟你保证 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来你们村儿里 这种丧良心的事儿 我指定不能干 众人乏然 生产队长脸一下子沉了下 生产队长这事闹的 你看看我这个姐夫的确是爱撒谎 这谎话张嘴就来 连亲闺女都要卖 你说要不是我亲外生娘出了这么大的事儿 我能对我姐夫动手 好歹他也是俩孩子的亲爹 这不是被逼急了吗 兔子逼急了还要咬人 别说人 把我逼急 我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 随后看向王老汉 王叔 实在对不住啊 这事儿闹的 你老人家居然帮着儿子扯谎 知道的是您心疼儿子 不知道的还以为您不把孙女当人 这可不是就是会卖而卖女那一套可不行 咱真的得好好掰扯掰扯 我姐哪儿对不住你们家 俩孩子哪儿对不住你们家 要让你卖孩子 今天要是不给我个说法 咱们这事没完 你们老王家别想安宁 生产队长恼羞虫 老王 你看看你们家干得这缺得事 这不是成心给咱们对上抹黑 给咱们存儿里抹黑 谁家现在卖孩子 你得我哥说道 王老头这会冷汗直冒 不过这这软骨靠 一个大笔斗子就全都交代 那是老子的闺女 老子想卖就卖 关你屁事 姜狗蛋 老子告诉你 这事儿你管不着 别说卖俩闺女 我连那个贱人江夏都照卖不误 你能拿我宰呀 生产队长一听这话 一个巴掌就扇了上去 让你他娘的虎歪歪 谁让你卖孩子的 你反了天 王富贵是不是你以为老子管不了你 你信不信老子现在把你扭到派出所去 队长 你别打我呀 那俩赔钱货养大了还得费粮食 能换四百五十块钱呢 俺家也能盖起砖码房 队长 你咋能换脸不认人 是你跟俺说没个儿子 就像是没有个儿 俺这不是为了生儿子 那四百五十块钱 咱给俺儿子盖大瓦房 那多好呀 队长更是面上无光 我当时说这个话的初衷 是为了传宗接代 但是绝对不是卖儿卖女 这要是被江家的人平了 以为是我传夺的人家卖孩子 我这个省产队长还咋的 劈头盖脸的一顿巴掌 队长 咋能打人呢 有啥话不能好好说 儿子也没说错 那不过就是俩赔钱货 养到了也是得拿他俩给俺孙子换彩礼 现在早一点换了钱 有啥不对的 就在这时江下推开人群冲了进来 一把挡在江阳的面前 王富贵 你别打我弟弟 你别打我弟弟 你要打打我 王老太看到儿媳妇立刻火冒三丈 你个小贱人 你个不下蛋的母鸡 没给我们老王家传宗接代就不说了 要不是老娘可怜你 早让我儿子和你离婚 你个不知道感恩的东西 翻过头来居然害我们老王家 让你弟弟打上门来 咋了 你生了那两个赔钱货 能货来钱 你还不乐意 窜斗着你弟弟上门来 你以为现在我们支不了你 我告诉你 你生是王家的人 死是王家的鬼 老娘打死你都没人说 反手就是一巴掌 江阳顿时火冒三丈 上前抓住王富贵 队长 队长 救救我 你看他当着咱全队人的面拿我 你们就不管我 这是欺负咱们大队 江阳一个大瓜子扇在脸上 接着反手又是一巴掌 狗蛋 狗蛋 我是你姐夫 别打了 求你了 千万别打了 再打着脸就不能见人了 可江阳反手又是两二光 王富贵很快就被打成了猪头三 狗蛋 狗蛋 瞧瞧你 饶了我吧 我啥也没干呀 江狗蛋 你为什么打我儿子 我打你儿子怎么了 你敢打我姐姐 我就打你儿子 你打我姐一巴掌 我就打他十巴掌 这可是你自找的 怎么以为我们江家没人 打呀 继续打 我姐是你们王家的儿媳妇 不是你说的吗 生是你们王家的人 死是你们王家的鬼 我这当小舅子的好好教教姐夫 也是人之常情 你放心 我不打死他 你打我姐什么呀 我就原样还给他 你的宝贝儿子 能不能承受住巴掌 你自己掂量着来 一怕又是两巴掌 王老头儿这回急了 亲家小舅子 一块住手 一块住手啊 哪有你这么干的 是啊 哪有你们王家这么干的 我姐姐是个人 你把他当成什么 当成你们家的所有物啊 于无 想打就打 想骂就骂 怎么着你们打的 我打王富贵就不行 我告诉你 我还就打了 以后我姐但凡身上受一点伤 我就十倍百倍地还给王富贵 咱们走着瞧 镇定地继续拨巴掌 连续抽了两年半后 王富贵像条死狗一样倒在地上 姐 带上大妞 二妞跟我回家去 这样的婆家不要也罢 我既然重生了 现在唯一的念头 就是二姐绝不能跟王富贵继续过日子 这是上辈子 我思想后 唯一觉得可以帮二姐解脱的办法 王老太立刻跳起脚 好啊 离婚就离婚 你个生不出儿子的贱人 你以为我们老王就嘻哈呀 姜狗蛋 你要真有本事 你就把欠我们家的钱还上 少在那里装大饭 我告诉你钱没有还上 你说成啥都白的 他将下还是我们老王家媳妇 照样得让我们宁元粗便 老太太一脸得意 姜阳塞了一脚地上的丝狗 老太太脸又变得刷白 好 那就不离婚 不离婚正好 小舅子打姐夫 打得爽歪歪 王富贵只要是我姐夫一天 我就能把他搓圆捏点 来啊 谁怕谁 让我还钱 做梦 我姐这些年在你们家受了这么多苦 就算是还钱 你只能给我姐姐 老王头是无可奈何 亲家小舅子 啥事也别作绝 到底咱们两家还是亲家 你要是真想让你姐离婚 那就离 我们王家绝对不拦着 可是你要再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 我就跟你拼命 生产队长站出来打圆场 姜阳 这到底是在我们大队 事情别作绝 毕竟你还有俩外甥女儿 为他们考虑考虑 真的要离了这以后 就成了梅爹的孩子 姜阳冷哼一声 有爹和梅爹有区别吗 亲爹要把自己亲闺女卖了 这还算是爹吗 不就是一个畜生吗 我告诉你啥时候跟我姐离婚 啥时候上门 要不然就滚蛋 不然我见你一回 打你一回 突然 只见姜老头带着姜家的一帮子人 冲了进来 不能离婚 定家 你家姜阳可是打上门来 把我儿子都打了一顿 张口闭口就要让他姐和我们富贵离婚 既然这样 那我们就不留这么厉害的儿媳妇 明一大早就让他们两口子去队里开介绍信 去县里直接把离婚证打了 这样也省得麻烦 我们王家可惹不起你们江家的这尊大佛 动不动就把我儿子打得逼情脸肿 这是亲家吗 这不是仇人吗 幸亏我来得及时 这样是离了婚以后 我小儿子在村里咱们太巧 哎呦 亲家 两口子床头打架床美和 小舅子给他解成药 这不是正常的事 谁家还没有打打闹闹的 这不算傻 因为这离婚说出去好说不好听 哼 有啥不好听的 我儿子离了婚照样能娶18岁的大闺女 可是你闺女要是离了婚再带着俩拖油瓶 我就不信你闺女还能嫁得出去 谁离了谁都照样活 就看你们江家离了我们王家能不能把日子过好 爹 这种要把自己亲生女儿卖掉的畜生 我可不会让我姐继续跟她过日子 爹 江家还没有不要脸到看着女婿卖儿卖女 居然一声不亢 这个婚礼病了 江阳抱着外甥女 爹 走 咱们回家 强子 我先送我姐回去 就麻烦你俩腿走回去吧 行 你先送咱姐和孩子回去 一会儿我过去找你拿自行车 随后头也不回地带着二姐往家走 路上 江夏扶在弟弟的背上痛哭流涕 爹 别哭了 以前都是我的错 从今天开始跟俩孩子好好过日子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让江夏哭一路 林快到家的时候 总算是收住了泪水 老六 咱真回去啊 娘肯定不能答应我赞娘家住 要不然你先把我送到老三家 我在你三姐家凑合住一晚上 明天我就回去 又不敢真离婚 二姐你别管了 家里有我 刚才咱爹也过了名路 你放心 这事有我在啥事也没有 可是 可是 啥也别可是 二姐要是今天你带着大妞 二妞回到了王家 能有你们好日子过才快 我江阳就不是你亲弟弟 回到了自家的院子 江母看到女儿和两个外孙女儿 自由地皱了皱眉 你不是下午刚回来 怎么这这儿 怎么又带着孩子赶着饭点来了 你不知道家里粮食不够啊 大秋风打到了娘家 你可真有出息 娘 您都不问是发生了啥事 您就这么说我姐 能有啥事啊 你爹和你大伯他们都赶去了 啥事也肯定解决 你们俩能全须全美而回来 不就是证明已经解决了吗 解决了你姐还带着俩孩子回来 这是咋的 你要返天啊 我在家里伺候你男人 伺候你公婆 跑到娘家来算哪回事 还有 我可没做你们一家三口的饭 江夏心里一酸 娘 我一会儿就带大妞 二妞回去 您放心 我们不乐 我们吃饭了 江阳听了这话 转身大踏步就走到了造坊 将二姐安顿好 江阳就骑车出发去县城 凭借前世的记忆 江阳来到需要五百块卖工作的李朝阳家 小江工作的事归工作的事 别牵扯到我老娘身上 李朝阳有点不耐烦 你要是对这个价钱觉得不满意 要不然去其他人家打听打替 你也知道这年头这种铁饭满的工作可不好买 多的是人想要我手里的工作 前几天一位女同志都跟我说好了五百块钱买工作 说是这几天就给我来交钱 反正过了这个村儿没这个店 你自己盯两只半 我这个工作不愁卖 李大哥 你误会了 工作我的确是想要 可我手头没钱 李朝顿时火冒三丈 没钱你来找我 耍我玩儿呢 出去出去 李大哥 话还没有说完就把人撵出去 这可不是戴哥之道 同志 你到底想干啥 工作的事情我已经说了五百块钱 一分都不能少 一手交钱一手办手续 你要没那个钱在这里说破嘴皮子 我也不会让你一分钱 李大哥 我虽然没有钱 但是我有办法 你就别在那里废话 我要的是钱 别的我都不需要 我认识医院里的人 我想你卖工作 就是为了给大娘看病吃药 要不然咱俩用其他方式合作 我娘这个病 我去医院打听了 就算是吃药 医院也不一定有储备药 估计得到省城的医院去开药 听说这药挺难买 你认识医院的人 你真的有法子 李大哥 我有没有法子 也得看大娘得的是啥病 需要的是啥药 我这边能不能帮上忙 不是我说想帮忙就能帮忙的 李朝阳立刻拿出来一张肝子 递到江阳手里 原来老太太得的是富贵病 也就是糖尿病 老太太的情况应该很严重 需要打一道素 而且打一道素得长期使用 所以李朝阳才决定卖工作来凑钱 而且这张医嘱上面 医生是让到省城去找这种药 因为这小县城还真没有这种药 小地方买来的一道素 李大哥 你运气可真好 我朋友还真能给你搞到一道素 李朝阳激动的手都哆嗦 一打抓住了江阳 真 真的 你要是能弄到一道素能给我 弄到两年的一道素 这工作就是你的 这要我打听过不少地方 哪怕就是去到了省城 也不一定能买上 听说这是新出的药 供不应求 而且是国外的药 啥话也别说 李大哥 既然我说了有就有 你先去医院打听一下大娘两年需要的胰岛素 大概是多少只 我让我朋友想办法去给你弄到 估计两天之内 我就给你把胰岛素送来 咱们一手教药 一手教工作 听 咱们一言没定 江阳以后你就是我兄弟 你放心 到了厂里绝对没人敢为难你 谁要敢为难你 老子就揍他 随后江阳告别了李朝阳 骑着车往家里赶 江阳回来的时候 院子里就乱糟糟的 清江阳 你说这事 我闺你没有功劳总有苦劳吧 这些年对你家江阳咋样 江阳怎么能这么干呢 说让我女儿滚 说让我女儿滚 这是人说的话吗 你让江阳出来 我倒要好好问他 我闺女干了啥亏心事了 没有 他说不要就不要 我闺女好心好意的给他找工作 那是为了谁 还不都是为了他 他不领人情不说 还让我闺女滚 有这么混账的东西吗 这个杀千刀的江阳 这是人能干出来的事吗 亲家母 这事的确是江阳不对 江阳出门去串亲戚 等他回来 我让他亲自上门去 把美凤接回来 给美凤赔礼道歉 沈子 不是我说你家江阳 他怎么能这么混账啊 我妹妹全心全意都是为了他 让他找他几个姐姐凑五百块钱 那工作是为了谁啊 还不是为了让他端个铁饭碗 他居然还敢骂我妹妹 我告诉你 沈子江阳要是再这么混蛋 我见了他 我得狠狠地教训教训他 我这个当大舅子的 难不成还不敢教训他 让江阳出来 老子要打断他的狗腿 敢对我妹妹不好 怎么把我们兄弟俩当摆上 静姐 你也别求我 是你家江阳不地道 哪有这么的媳妇的 我跟你说这一次的事情 可不能算了 那工作江阳要是没办法拿下来的话 就别想把我们家美凤接回来 他跪着求我也不行 到时候静家母可别怪我 对你们家江阳狠心 静家母 要不是我女儿非要嫁给江阳 就她这样的窝囊 非能配得上我家闺女吗 癞蛤蟆吃了天鹅肉 这会儿还摆上土了 我妹找什么样的找不下 今天跟江阳离婚 明天我妹妹就能找一个城里的干部 你信不信 隔家三口围着江母 你一言我一语都在数落江家的不是 好啊 刘美凤不是要离婚吗 立刻就离 我都要看看离了我江阳 她能找到什么样的好人家 好啊 刘美凤不是要离婚吗 立刻就离 我都要看看离了我江阳 她能找到什么样的好人家 刘母则是满脸的冷嘲热 哎呦 我那出席的女婿回来了 怎么还真想和我闺女离婚啊 你也不丑丑你 要不是我闺女看上你 你打着灯笼能找到我闺女这么好的媳妇 那一副高高在上和上队子一模一样 尖僧刻薄又心思毒辣 哎呦 你闺女这样的我还真的打着灯笼找不到 刘母一听这话更加得意起来 你知道了吧 我闺女这样的 你可再想找第二个绝对找不下 你就知足罢你 现在我闺女是为了你好 赶紧让你爹娘凑五百块钱把工作的事情办成 不然的话 我闺女保准和你离婚 到时候你哭咚我带去 的确是第二个找不下 像你闺女这样自从嫁到我家 把我家的粮食钱都动不动地往娘家办 妥妥的一个伏地磨的媳妇 妥妥的一个吃里扒外的白眼狼 这样的媳妇的确打着灯我很难找 你放屁 江阳 你要是再敢污蔑我妹妹 我就揍死你 你能娶到我妹妹 你就偷着乐吧 吃你点粮食算啥 要你点钱算啥 你家穷得叮当响 好像你有多少粮食多少钱一样 刘家两兄弟立刻归去冲了上司 只见江阳就是一警 憋着后面刘不强劈头盖脸就是一顿胖子 在我这里冲大爷 吃着我们江家的粮食 花着我们江家的钱 还敢对我动手 合着给你们脸了 是不是 做人要有自知之明 怎么还想软饭硬吃 吃软饭就要有吃软饭的自觉性 好歹我这个妹夫也算是养了你们三年 怎么着现在还敢跟我动手 是老子以前给了你们错觉是不是 随后又是一脚 江阳你的混账王八蛋 他娘的 你敢做我弟 老子要你的命 刘母早就急了 跳着脚在旁边尖叫 江阳你给我住手 你给我住手 你敢打我儿子 你是不是不想要媳妇了 江阳 你疯了是不是 这是你的大舅子和二舅子 你想干啥 你真不想跟我闺女过了 是不是 老毕当 你以为呢 我就是不想要留美风 你那个闺女好吃懒做 成天往娘家搬东西 我们家都被她搬空 我女儿都恶成啥德性 你闺女心里只惦记着娘家 根本没有把婆家的人当人 怎么还想让我养你们一家子呀 吸着我们江家的血 吃着我们江家的肉 养活你们刘家一家子 告诉你做梦 刘美凤不回来拉倒 老子要和她离婚 明天我就去村里开介绍信 让刘美凤跟我去办离婚手续 这日子老子早就不想活了 刘家母子三人都愣在当场 这张狗蛋来真的 要是真和闺女离婚 我闺女就变成了二婚 上哪儿去找这么一家子 啥子能跟我们吸血呀 刘母急忙拉着两个儿子狼狈地逃走了 此时的江老太正暗自处 你说你就不能忍一忍 多忍了这么多年 也不差这一次 你现在把他俩哥哥都打了 刘美凤能跟你过日子才怪 你媳妇要是真的跟你离婚 你说你可咋办 江老头回来的时候 才知道儿子真正的想法 本来是不同意离婚 可是听儿子把利弊说 老头还是最终同意了 第二天一大早 江阳就骑着自行车去了刘家村 那个沙尖盗的江阳 居然敢打你两个哥哥 我跟你说你得给我扛到底 我倒要看看他江阳是不是要上天 没了媳妇就让他打光过去吧 娘一是不是看差了 江阳居然会打人 那怎么可能 你就是借他两个胆子 他也不敢动手 那个窝囊费 怎么可能动手打人 别人打他还差不多 你闭嘴吧你 老娘能看差眼 就是那个江阳动的手 把你两个都打成这样 你说说你 你两个哥哥为你 都受过这么多的伤 你可得好好报答你个 对了 你想办法回去 赶紧的问他把五百块钱拿来 你也知道那工作不等人 你二个就指望着那个工作呢 有了那个工作 娶媳妇还用发愁 娘 我知道了 这不是你告诉我 先晾一晾江阳 你一会儿又让我晾一晾 一会儿又让我回去 赶紧弄五百块钱 你到底想让我干啥 刘美凤不满意的转身进屋 就在这时 江阳进了大门 擦到江阳进来 丈母娘立刻就甩了脸子 你来干啥 你打了我两个儿子 现在想上门接我闺女 我告诉你做梦 我找刘美凤 打了我儿子 还想找我女儿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吧 我女儿是你能找的 你也不看看你的熊样 要不是我女儿非要嫁给你 你以为我都以你当我女婿啊 我告诉你 刘美凤要和你离婚 回去准备手续啊 回你们村里开机上线 村里的情报大顿 立刻冲了上来 哎呦 刘家女婿说说 到底是咋回事啊 还能是咋回事啊 刘美凤自从嫁进俺家 要求特别高 动不动今天是要穿新衣服 明天要吃好东西 可是买新衣服的钱买 买到的东西 全都进了娘家人嘴里 我娶了个媳妇回来 不只要养一个媳妇 还得养媳妇娘家一大家子 我呀 江阳没那个能耐 养不起了 俺们江家穷 连自己肚子都吃不饱 哪有那功夫养人家娘家一大家子 这样的媳妇 我们江家要不起 这些话足多让全村人乍立 不少人立刻用一样的眼光 望着刘家的大妈 怪不得刘家现在日子过得这么好 原来全是仗着人家女婿一家子 谁说不是呢 我记得以前刘家也是村里最穷困的 人家有两个儿子都娶不起媳妇 可是看看自从闺女嫁了之后 就连他的大儿子都已经娶了媳妇 原来这都是西庆家的血 刘美凤并不知道 拿着户口本怒气冲冲的走出来 走啊 你还在这里站着干什么 现在不想离婚 我告诉你晚了 这一回不离也得离 依然是那一副高高在上的嘴脸 谁不离谁是孙子 大队不见 江阳骑上自行车就走 一下子就溜了 刘美凤一个腾空 坐空在地 在原地气得眼貌惊心 这个江阳是真反了天 胆子这么大 谁给他的狗胆 一个不听话的棋子 自然不能放在自己手边 我的那些追求者听话的多的是 大队不理大队长 一听说开离婚介绍信都有点猛 当初江家这小子为了取刘美凤 那是花了多大的代价 简直是对刘家有求必应 全村人谁不知道 这个女婿就是个活难配 为了刘家的这鬼女啥也肯做 结果今天喇人居然要离婚 你们可以想好了 这离婚介绍信开了 不是闹着玩的 队长 我想好了 我就是要和他离婚 刘美凤二话没说 把户口本推了过去 得意洋洋的盯着江阳 我倒要看见江阳着急不着急 还真以为拿离婚能威胁我 江阳依旧淡定 您就快点吧 趁着时间走 我们还能到乡里去跑一趟 队长一见 两人态度都这么坚决 二话没说开了介绍信 江阳推着自行车站在路边 刘美凤得意地看着江阳等自己 心里偷乐 瞧你那小样 现在反悔了吧 这会儿来讨好老娘 你能不能快点 我赶时间 着急赶着投胎啊 老子着急把吸血鬼甩了 刘美凤是火冒三丈 江阳骑着自行车来到了乡里 随后推散着一脸不情愿的刘美凤进入名证据 咔嚓办好了手续 两人拿着离婚证出来 刘美凤自此之中像是做梦一样 江阳 咱们现在离婚了以后 桥归桥 路归路 刘美凤还想再说一遍好话 结果没成想江阳骑上自行车就走 你干什么 江阳 你把我扔在这里算哪回事 你把你媳妇扔在这里 你还是不是人 江阳回头笑道 你已经不是我媳妇 我凭啥要带你 你自己走着回呗 你没整腿还是腿瘸了 白白了你 骑着自行车飞一般的离开 把刘美凤气的差感为原地升天